大家好,我是默克生,这里是夏思古镇 夏思古镇有小上海之称,因明清两代属平定掌官司的分司之所 有地处平定下游,所以叫夏思 素有人文夏思,天造山水的美誉 这个地方以苗族、墨老族为主体 而且还有一个世界名犬,夏思犬 是清水江上的明珠,每年农历七月中旬 这个地方还有龙舟比赛,斗牛比赛 同时这里也是国家屁滑艇示范基地 夏思目前是四一级景区 夏思有好几个门,一早一晚都可以免费进 穿过这个风雨桥就可以进去了 和其他的苗寨古镇一样 名吃特色,酸汤鱼 还有一个草烧狗没见过 不知道什么样子 留存下的古迹有羽王宫、观音阁等 没想到这个河里边这个鱼汉老大了 你看看啊 看看 可不小啊 那个的,那是个黏鱼啊 那个的一斤多哦 哈哈,收获不错 这个小伙子还是刚来,只钓了一会儿,我有些心动了 不过一钓鱼就走不了了,我们先转转看看 这里倒挺好啊,可以随便钓鱼 而且那鱼不小啊,你看那个清水一样的黏鱼,挺大的,一斤多沉 他这边还有一个露营地啊,有房车,有帐篷,布置得很好 哇,这是昨天晚上happy了,没有收拾啊 比较适合年轻人啊,温馨浪漫啊 啊,你们两个人住的是吧 我们四个人 四个人啊 四个人,那六百多就可以 嗯 嗯,可以住六个人 嗯,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房车营地最便宜的学帐篷是三百八 啊,睡两个人,有个一米五的床垫里边 然后像这种大房车 六百多 最多可以睡六个人 那样也可以啊 但是他的帐篷比较简单了 除了床垫,没什么其他设施 我觉得下丝最美呢,还是清水江这一块 那么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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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